我们通过对医院信息科的走访 以及对预约平台后台服务器的探查取证 发现有一个固定IP对预约疫苗的接口有超高频率的访问 我们通过一些走访也发现 防新本地的一些真正有接种需求的这些群众 他们在线上进行预约的时候 这个网页根本就刷不进去 一直都是访问失败 一直都是跳转中加载中这么一个情况 连续几天都是 就是一共成功多少500人500多人 获利呢获利多少 获利的话 接近有40多万 40多万 对 定下 看来 还这么小 这是 很废ย 我们 已经 买 你们 对